台北市公务局水利工程处表示 文山区景峰一区社会住宅将提供90户住宅空间 基地面积为2439平方公尺 为地上14层地下2层植钢筋混凝土建造物 其中1至2楼将由台北市社福机构进驻 包括社区土书室公共托育家园 另外建筑也将取得银级智慧建筑标章 迎及绿建筑标章及耐震标章 营造都市生态环境 提升社会住宅质感及永续建筑形象 原来是一个垃圾场 那垃圾场在这边造成很多的环境的污染 包括市楼的景观 那可以看到说周边都是后面都是大楼 所以民众都觉得说这边的环境非常的觉得脏乱 然后又会吵杂 所以影响市民的整个生活影响很大 那自从我们市政府来推动这个社宅的披肩之后 我们这边的环境改观了 垃圾场整个移走了 然后这边的噪音也没有了 所以整个环境都非常好 所以我们兴风里这边很好 我们这边是一山傍水 我们这里有文山运动公园 我们山头有文山森林公园 所以这边是好山好水 对我们的居民的生活也是越来越好的 整体工程将预计在113年9月完工 临近景美运动公园 透过公共社福与商业空间进驻 串联城市开放空间及履带 协助居民逐步完成社区更新再生 我们这个案子其实是从109年开工 那预计是在明年的年底 能够完成这个工作 那虽然是工程范围不大 大概800坪左右 但是麻雀虽小 里面的功能还是很多 除了提供了90户的设载的这个内容之外 那这90户里面包括有72户是一房型 那差不多还有两层的比例 是包括6户的三房型跟12户的二房型 这样的比例关系 那另外就是在一二楼层 有相关的我们社府的日照 还有拖音 那不管是日照或拖音 其实从这样来看 我们这个设载等于是从摇篮到摇椅都有包括 那我们的三楼到14楼 就是主要的我们设载的这个相关的使用 那我们希望在文山区创造这边的这个区域 不是只有住宅 它就包括我们整个虽然800坪的这个范围 但是我们基地是有建幣率的 所以我们会把开放空间让出来 那再加上周遭其实环境非常好 这里有景美的运动公园 那再加上临近新隆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捷运站 所以其实在这边 如果将来能够入住 对不管是在地的 或者是将来在这边落脚的这个居民 都是很幸福的 所以我们在设计上面 还包括了在这些相关的这个范围环境里面都能够开窗 那当然这个只是设计的细腻的考量 我们在整个这个设载台北市所希望创造的是 包括能够优质永续 还有它的这个智慧管理 所以我们在整体的设载的这个相关的配置上面 以这一个设载为例 我们就有包括了云集的绿建筑 还有云集的这个智慧标章 那另外耐震的这个标章也一定包含在里面 那所以我想这样有环保还有耐震的这种安全在 在我们的整个设载的概念里面是 到我们目前来看应该都很纯熟了 那尤其是在这个区域 我们现在所在地这一块是还有一个井峰二区的位置 我们希望后续能够创造跟在地居民共享的一个环境空间 所以后续我想我们在二区的部分 我们也会来努力 那二区的已经花包出去了吗 还是还在 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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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划设计当中 那当然也感谢登山营造的帮忙 这个案子在当时的这个花包工程来看 其实刚好是在 营建物价还有缺工缺料 中美贸易战开始以后的这个状况 所以工程可以说是关关难过关关过 历经了很多的这个挑战 那当然陈老板这边为了确保他工程的这个安全 所以在基础的施工上面也非常的用心 他觉得不好的就把它打掉 这个是在当初一个在施工的历程中特别经历的 那所以也感谢登山营造这边就品质上面的要求 那我们也 期待 这个案子在后续已经上梁之后能够顺利的进展 因为他现在每一层楼的完成之后大概就是到后面的精装修的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他能够在明年 如此如此如此的我们交托给这个原来杜花局给我们的任务 我们就达成了 我们真的是拿到这个工程是真的历经的 本来是应该来讲是说要因为一直设计上或是地质上的东西或是结构上的东西 以前的联系币的东西一直在延档还有在施工碰那个又碰到一个暴雨的时候 那我们造成了很多很多的损失 但是基本上我们是也是都跟结构技师然后跟我们的土木技师这些都讨论 重新打过然后打除过然后再重新弄 就为了是真的是要平直 我想这边东西这是我最在乎的 然后也是我们登山营造所有员工最在乎的 那这边我们真的也谢谢我的同仁这样的努力 把我们的这个工地总算上梁了 那当然这个也谢谢我们所有的长官对我们的支持 然后也祝福我们以后的装修工程跟精装修都能够如期如值的完成 上梁典礼由公务局长黄一平与设计兼造及施工团队一同驻导 期盼工程如期如值平安顺利完成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